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3岁的时候呢 赢档呢 就带着一帮人呢 去周朝的太鲁庙呢 观看九顶 那么在场的人都说 没有人能够举起如此重的这个大顶 可是呢 赢档呢 他偏不相信 偏要逞藏呢 他去举顶 结果好了 顶呢 没有举起来 反而呢 活活的被顶 被压死 你要说这皇帝死的呀 那真是够可笑的啊 不过呢 历史上还有比这个更奇葩 更可笑 比如说这齐桓公 他是因为后代争权 把他软禁起来 结果呢 被活活饿死 还有这位 晋孝武帝司马耀 就因为跟自己的老婆张桂仁 他开了个玩笑说 你老了 我现在不爱你了 我要年轻的女人 你懂吗 但谁也没有想到啊 这样一句玩笑话呢 张桂仁他居然当真了 于是呢 趁这司马耀熟睡之际呢 指使自己的婢女 他用被子啊 就蒙住其脑袋 将他活活给憋死 您看吗 这几位皇帝死的那是不是都挺奇葩的呀 那洪宇今天要跟您说的这位皇帝 同样也死得很可笑 他是谁呢 那是朱长洛 史称明光宗 其实呢 他当上皇帝那就挺不容易的 他的父亲呢 那是有名的万历皇 在位时间呢 足足是48年 而这朱长洛呢 20岁 他就被立为太子了 熬了18年 终于等到老父亲去移民贵戏 这么多年 媳妇也总算是熬成活了 可是呢 朱长洛整整活了38年才当上了这个明光宗 明光宗呢 却只活了短短一个月 就连属于自己的年号竟然用都没用上 可以说这朱长洛的这次意外死亡 在当时的紫禁城就引起了一场渲染大波 也留下了历史上最著名的紫禁城遗案之一 史称洪宛案 而这个洪宛案 它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历史遗案呢 洪宛案的嫌疑人都有谁呢 那这一号嫌疑人呢 那非红炉四成 李可卓莫属 这个红炉四成 那不就是当时文化部的一个想法吗 这皇帝暴毙呢 能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啊 当年的光宗皇帝啊 病重 他躺在龙榻上 他根本起不来 那知道这个消息的李可卓呢 他就找到了他的领导 文化部副部长 当时的这个首府大臣方从哲 他说呀 说我呀 忠心耿耿 我当年呢 有位神仙 我帮了他点小忙 他给了我仙丹 哎呀 这个丹呢 是百病都能治 我愿意献给皇上 听见没 这又是神仙 又是仙丹的 听起来那就有点玄乎 这关系到皇上龙体的大事 这方大人他怎么敢轻易的答应呢 于是呢 他就询问道 这两粒仙药能治百病 只可留给人上之人服用 哼 说的真是神乎其神了 李可卓 你学过医吗 不曾 你知道这药的成分吗 不知 你既非医家 又不知此药成分 你怎么能保证这粒药能治百病呢 什么玩意儿 没有学过医 啥都不知道 他就敢拿来献给皇上 这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 那可是掉脑袋的事情 没人会想去陪葬的吧 于是呢 这方大人 他就撵走了这个李可卓 可要不说这皇上倒霉催的呢 那照理说呢 这事他过去他就过去了 没想到这皇帝身边 他有人就告诉他 说这个红炉四城李可卓 献上仙丹了 这时候呢 这朱长罗他也是病急乱投医了 一听说有仙丹 立马就召见了李可卓 快快把仙药拿来给朕看看 陈尊举 好一股 倾向之气 果然不是人间凡物 看见这等好东西 这朱长罗呀 赶紧吃了一粒这红红的药丸 没想到 这个东西一吃完呢 还真好使 皇上呢 都能下机走路了 还让这个御膳房啊 就准备了特别多的点心吃 打火一看 因为这李可卓 果真现的那是灵丹妙药 可是呢 过了一个晚上 皇上呢 不知道抽的什么风 说 再给我来一粒 再来一粒 这李可卓呢 他就又献上了一粒 那这粒吃了 可真见好 没过几个小时 皇上呢 两腿一灯 死了 我的天哪 皇上就这么死了 这第二粒红丸 那就 就这么要了这个皇上的命啊 难道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第一粒药丸 透支了你的体力啊 你吃完了以后 回光返照 那到第二粒 你再猛催 你的身体功能 他支撑不住了 那本来这皇上 老先生 人呢 他本来他就虚弱 那再一吃下去 就一命呜呼了 这事呢 听起来还真是有点玄化啊 不过呢 皇上吃了两粒 鲜丹红丸后 死了 那是事实 那您说这李可卓 他是不是有重大嫌疑啊 大家伙怀疑他 不是没有道理 可是后来呢 李可卓呢 被审讯的时候啊 他的说法是 他说我就是一个送药的 当时呢 让我进宫送药的 那是皇上 吃不吃呢 也是由皇上 他老人家说了算的 这些呢 都跟自己没关系啊 被之冤枉啊 皇上不听先主提前用药 才造成这样的事情啊 您明白了吧 他这是把这责任呢 推给一个死去的人 这让大伙完全不能接受 情绪上呢 也越来越愤怒 那么看到朝廷的官员们 都如此的愤怒 他知道自己的这个说法呢 很难起托嫌疑 于是呢 他又给自己呢 找了一个脱身的理由 他说呀 说自己献上仙丹红丸 以前皇上的身体呢 就已经要不行了 其实呢 吃不吃红丸啊 都差不多他要死了 那皇上当时的身体 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新帝登基 一个月后 竟然因为一颗红丸暴毙 凶手究竟是谁 红丸背后 又想引出哪些 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揭秘 上一节呢 我们说到啊 光东皇帝他老人家身体呢 快要不行的时候啊 就吃了两粒 先担红丸 想要调理调理身体 可没想到这一吃呢 直接就奔着西天调理去了 而送上红丸的李可卓 自然他也就成了一号嫌疑人 但在审讯过程中呢 李可卓为自己进行了辩护 大臣们呢 就觉得好像又有几分道理 于是呢 派人去查了查 这个仙丹的来历 所谓仙丹红丸 其实呢 就是红千金丹 又称三元丹 历史上对这个红丸啊 他就很有个准确的制药方法来记得 但是在大明王朝 与这红丸有关的皇帝呢 并非是光宗皇帝一人 有名的嘉靖皇帝 他当年为了炼制红丸 那也是煞费苦心 有人说这个红丸呢 其实是春药 但也有人说 说这个确实是仙丹 可以保长生不老 那至于到底是什么呢 全部都取决于用药的时机和分量 他根本就没有明确的界限 那到底是药是毒 谁也说不清 如此一来呢 还真不好下定论说 李可卓送来的这个仙丹 他不是药而是毒 你再细细想这个李可卓所说的 当时的皇帝大人的这个身体状况呢 确实比较特殊 虚得很 而这皇上体虚这种情况 居然是人为造成 那这么一来呢 大臣们就发现了二号嫌疑人 那这个人又是谁呢 他对皇上都做了哪些事情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画面中的这位呢 就是二号嫌疑人啊 丙比太监 崔文生 丙比太监 这是干嘛的呢 说白了呀 如果皇上说 我呀有什么什么事啊 你给我起草奏章 这丙比太监呢 他就得拿起笔来 奉天成运 皇帝诏约 这丙比太监呢 一般的都是皇上身边这个贴身太监 往往呢 琴棋书画那得会 你将什么医道 那也要会 那皇上突然头疼脑热 他来不及叫太医 那他就得看看了 并且呢 这个崔太监呢 他还掌管了御药房 他搞了第二产业呢 太医院呢 是这个皇室的这个医疗机构 在名义上 太医院管理着这个皇室的这个医疗医药 但是设立了这个御药房之后 皇室的医药都由这个御药房来管理 那么明朝明文规定 皇帝和后妃如果有病的话 太医院只负责诊断 开药房 那么配药送药 都有这个御药房来管理 听专家这么一说呀 您明白了吧 这位崔太监呢 那可是掌管着皇上的身体的 当时呢 皇上因为过度劳累 身子骨他不怎么好 又吃了过量的补药 反而使得身体呢不怎么样 于是呢 这崔太监呢 就化身为崔太 给这皇上的把拉把脉 这简单的立马就开了个方子 并且呢 胸有成竹的说道 您放心啊 吃我这个方子 一记下去 明早啊 准好 居然这么神奇啊 那他开的是什么药啊 一晚上的那就能好啊 后来呢 有好事的人呢 向这个崔大夫一打进才知道 好家伙 原来是解药 哎呦 你说这这这 这怎么给皇上开解药呢 哎 原来呀 在中医理论中啊 服用了太多的补药 你属于上火 所以呢 用这个泄药清火 那也算是对症下药 感情这崔太监 他有两把刷子 啊 但是呢 根据当时史料反映啊 这位人凶下药的时候呢 有点用力过不 手一哆嗦 下大 这错误 那是明显的 后果呢 那是严重的 光宗同志服药之后 一晚上拉了几十次 原本身体还优差 这一项呢 更没心 第二天他就卧床不起 全是彻底消失 所以来风呢 整个看病的经历 大致就是如此了 啊 就这么看上去 那似乎也就是 一个医疗事物 所以说没法私了 但毕竟大体上他没错 也没在人家身体里面 留把剪刀 手术刀之类的 这个东西当纪念品 认错态度 那也算是凑合 但光有这些 有什么用啊 光宗他这么一死 舆论导向 那可就都针对 这个崔大夫来了 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啊 光宗老先生 之所以移民 呜呼的这么快 那是由于崔大夫 那个泄药弄的 虽然这些泄药 它不是什么毒药 平常人的吃一点呢 也不要紧 但你要知道 皇上那时候的身体 他本来就不行了 你泄药一吃 完完全全 他就透支了呀 可是您猜 这崔大夫 他怎么说的呀 他只说自己冤枉 就算有十个胆子 他也不敢 给皇上下毒啊 完全是误诊 误诊 他也没有想到 皇上的身子骨 他会如此的虚弱 可是一句误诊 就能够摆脱协议吗 显然没那么简单 你崔文生 掌管御药房 这么多年了 你对看病用药 那还是知道不少的 再说了 你面对的那天皇老子 在他面前 任何人做任何事情 那都是小心翼翼的 就怕一不小心 做错了什么 那可都是要掉脑袋的 于是 这些大臣们 赶紧上奏折 说要杀了这个 害死皇帝的人 可是呢 他们忘了 崔太监 那可是有宦官身份的 在明朝的司法制度里 对于宦官的处罚 那是要皇帝亲自罚落的 可现在 光东皇帝死了 得等他儿子 朱优教 这个新皇帝来决定 那朱优教 跟他爹一样 天性软弱 他当皇帝的时候呢 才16岁 最后呢 在宫中的这个派系 争斗中呢 他最终选择了 没有惩罚这个 崔文生 这太监呢 那还真是命大 这都能逃过一劫 但其实 崔文生啊 他没有被定罪 最高兴的 另有情 这个人呢 他心里清楚的知道 就凭他和崔文生之间的关系 那要是定罪了崔文生 那不也等于坐实了自己一半的罪责吗 到时候朝廷这帮老家伙再翻出腰书案和停机案 那自己搞不好 那也要送命了 现在皇上是没有下旨 要了这个崔太监的脑袋 但不等于崔太监 他就没有了嫌疑 这不 马上就有人想起了这个人啊 说他很有可能是整个洪丸案的幕后诸实 而崔太监 只是他手中的一颗青 那这个人是谁呢 那就是这位啊 隐藏最深的三号嫌疑人 郑黄贵妃 因为非常凑巧 这位二把刀大夫崔文生 当年呢 曾经是郑黄贵妃的贴身太监 您啊 这皇上病了 那要看病 不找太医 偏找太监 那找了个太监 偏偏又是郑黄贵妃的人 这太监下药 偏又下猛了 你要说他俩之间没问题 哎哟 那实在是有点困难 并且呢 郑黄贵妃呢 也有足够的动机要杀害主长位 那他为什么要杀害朱长罗呢 原来啊 郑黄贵妃 他是生下过一个儿子的 在此之前呢 他仗着自己受宠 一直呢 就想让这万利那老家伙呢 立自己的儿子当太子 为此呢 朝廷上他还分出两大派系 可争来争去 争到最后呢 这郑黄贵妃 他还是输了 那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即使万利他再不喜欢这个儿子 也还是按照组制 立了皇长子那位太阁 那历史上的郑国本一案呢 也就这样悄然结束 但你说像郑黄贵妃 这样有野心的人 他能轻易的罢休吗 我们再来看一件事啊 您就明白了 当万利老先生这身体呢 他快要不行的时候 郑黄贵妃是软磨硬炮 让这万利呢 下了道遗嘱 讲明一旦自己死后 郑黄贵妃必须禁封皇后 如此一来呢 等万利死后 哎 他就成了太后 那无论如何 这铁饭碗他算是到手了 再说了 这封了皇后之后 还有一个好处 郑贵妃是永恒的地区 如果他已经成了皇后 当然他的孩子 就变成了嫡子 先皇帝的嫡子 他的孩子 就变成了理所当然的 合法的 具有权威性的皇位继承人 以光宗就丧失了 当皇帝的合法性 明白了吗 郑黄贵妃的这个小算盘打的那是啊 只要我当上了皇后 那我的儿子呢还是可以名正言顺的当太子的 万利 那是被郑黄贵妃的枕边风啊 他吹的同意 可是朱长洛呢 他也同意了吗 在万利宴气之前 这事呢 那是交代给朱长洛 他在自己父亲的病态之前 那可是拍了胸脯 你放心姐 你死了之后呢 那我就办这事 我历历唆唆的 把他分为皇太后 当亲娘供养着他 可是呢 万利皇帝一死 朱长洛登基以后 这天下呢 就是他说了算 之前的恩怨呢 还摆着那呢 那这郑黄贵妃封后的事 那可就不认真办 怎么说呢 郑黄贵呢 一直催着这朱长洛呢 赶紧下旨封后 可是呢 朱长洛倒好 把这事呢 就交给了礼部侍郎 孙如游 就是文化部的副部长 办这事 那么按道理来讲呢 封皇太后的这个事啊 他这是最高阶层决定的 那你礼部侍郎 是干嘛的呀 就是我让你干啥 你就跑腿 干这个事 结果呢 这个礼部侍郎 孙如游 一反常态 上来一个奏章 这个奏章什么意思呢 从历朝历代的典误 从本朝以往皇帝的规矩 一直到现在天下的形势 他洋洋洒洒的写了一篇很长的奏章 写着干嘛呢 就一个节目 把郑皇贵妃封为皇太后 不行 没这规矩 朱长洋呢 面对这份奏章呢 也不生气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人 其实呢 唱了个双皇 朱长洋呢 压根就没打算封这个 郑皇贵妃呢 为皇太后 所以呢 把这奏章一压 哎 就当这事呢 没有了 那你琢磨琢磨 这郑皇贵妃 他也不傻呀 哎 他就想了 这什么意思 先皇要把我追为皇太后 你这不办 那这个先皇刚死 你怕天下人议论 又把这事呢 割下 这不摆明了 就是不办了呗 啊 因此 哎 这俩人的梁子 那算是揭晓 那这个朱长洋呢 不仅抢了自己儿子的 这个皇帝位 还把自己的太后梦呢 给断送了 那您说 他能不恨这个皇帝吗 因此 这些高官呢 有充分的理由怀疑 光宗皇帝的死 都是郑皇贵妃 他一手造成的 那这郑皇贵妃 他到底 做了什么呢 红丸案嫌疑人 纷纷曝光 一月皇帝 到底是不是 被郑皇贵妃 阴谋陷害 这起一案的结果 究竟如何处置 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揭秘 上节呢 我们说到 二号嫌疑人 崔文生 被审讯之后呢 似乎也没有 不直接的证据 能够治他的罪 而大家呢 说来说去 都把这责任呢 推给了皇上自己 崔文生也好 之前说的 这李可卓也好 给这皇上的 他确实都不是 什么毒药 怪只怪皇上 自己身子啊 太虚 可是呢 皇上登基的时候 他才38岁 史书呢 也记载 他身体健康 那怎么才一个月 这身体就完全垮了呢 哎 这个啊 就跟我们刚才说到的 三号嫌疑人 他有关了 怎么说呢 本来啊 这朱长落 从小到大 他就一直被冷落 几十年来呢 他就一直呢 夹着尾巴做人 郑皇贵妃呢 他本以为 这朱长落 一定是一个 扶不起的阿兜 你要想拉他下马 那也就是时间的问题 可没想到 这光东皇帝 一反常态 种种表现 都似乎在说明 自己跟他爹 很不一样 会好好的治理国家的 这不 在德权之后的第一天 他用几道御址 就显示了自己的决心 把他爹没办的事呢 给办 您比如说 原先 他欠部队的这个兵响 欠的挺多 他一上来呢 就跟这个户部啊 就商量 让财政部 赶紧补上 还有几个地方呢 开凿这个煤矿 什么之类的 收税啊 收的比较高 他一上来 就把这个税啊 给免了 还有就是 补充了很多 空缺的这个官员 把诸多被万力同志 赶下岗的 这个人凶们呢 拉了回来 在当时的那个形势下呀 这几件事情 那可以说是办得很好 也很及时 那些个官员们 一个个都高兴的是 手舞不倒 一时之间 光宗的人气和威望呢 都到达了顶点 可是呢 这时候 郑皇贵妃 他就紧张了呀 他看错了这个广东皇帝呀 他心想啊 有朝一日 等你羽翼丰满 势力壮大了 你非拿我开刀不可呀 那作为一个正常人 郑皇贵妃他又不傻 他能想明白 再这样下去呀 朱长骆 他迟早要对自己动手 他也不能就这么等死 不是啊 于是呢 他就想了个办法 什么办法呢 郑皇贵妃 他心里清楚 虽然朱长骆 现在他当皇上 他是当得特别好 但他跟他爹 他就一样 都喜好女色 于是呢 十天之后 郑皇贵妃就命令 手底下的太监 选了八个大美人 这八个美人啊 那可都是在民间 千挑万选 千交百美人 还特别的 会伺候人的 给送到这个皇上 朱长骆跟前了 皇上 站好了 站好了 还不参见皇上 参见皇上 吾皇万岁 万万岁 平平 平身吧 谢皇上 这八名侍女 或通文史 或董奇皇 或金月利 或善歌舞 这都不算什么 更无可比拟的是 他们都手情心细 善解人意 有他们服侍皇上 哀家就放心多了 太妃一番美意 儿臣 只好溃领了 看见没 对于一个 常年在宫里坐牢 哪都不能去 啥也没有的 朱长骆而言 这可是一份 丰厚的礼物啊 那自己辛辛苦苦 畏畏缩缩的 几十年 终于可以放动一下了 那朱长骆 他二话不说 他就收下 可是这美人一收 问题就来了 朱长骆登基才十天 这身体呢 就明显不行了 新皇帝嘛 白天呢 得忙公务啊 这个奏本 那个奏本的 这地方有事 那地方有事的 那您说 他能不忙活吗 那白天 就已经这么忙了 按理说 那晚上 他应该好好休息了 但朱长骆 他就难比 这个女色幼 每天晚上 他进行着 连夜解码 指导美人的工作 这可是史书上 有记载的啊 不是我胡说八道 那书上怎么说的呢 叫夜间连姓庶人 那结果怎么样呢 书上呢 也有记载 圣荣顿俭 这个皇帝大人呢 您说这个岁数 你也不小了啊 早上也忙 晚上呢 还一个劲的折腾 他根本就没好好休息过 那您说这身体 他能不慌吗 那现在咋办呢 吃春药 继续挺着呗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朱长骆 他就进了大量的春药 不过呢 春药在过去啊 可不这么叫啊 他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叫补药 只要是给皇上进补 给皇上壮阳之 都叫进补 那有常识的人都知道 这个补药吃多了 那也是病 所以呢 眼见着皇上的身体 一天不如一天 到后来 那直接就躺龙踏上 气不来了 看见没 郑皇贵妃送来的这八位美女 那个真是煞费苦心了 一下子就拿住了皇上的软肋 同时呢 还搞垮了皇上的身体 这时候呢 您再来看看整个河湾 先是郑皇贵妃 献了八大美人 使得这光东皇帝身体告急 再到崔文生开泄药 彻底拖垮光中他老人家 最后呢 再是李可卓 进宪仙丹红丸 这明明就产供销一条楼 他一下子就把这皇上给弄死了 那现在作案的动机也有 所做的事情呢 也摆在这 那您说 这到底是不是郑皇贵妃的阴谋呢 可是您要说是 又确实拿不出直接的证据 查来查去 查了这么久 对于皇帝的死因 所有的都只是猜测而已 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 就是谁谁谁做的 而当时的新皇帝朱优教呢 又才16岁 面对洪丸案的三位嫌疑人 很显然他根本就拿不进主意 没办法 最后呢 他就只好采用了 庭义的方式来审理这次的洪丸案 庭义呢 是指的庭城会议 在明朝啊 军国大事都经过庭义啊 来决定 庭义的参与的官员呢 都是高官啊 内阁首府 立护理兵行工六部上书 以及啊 韩明科道官员 原来庭义是这么个意思啊 六部上书那都得到 那是庭义的阵仗可不小啊 不过呢 从这样大的这个阵仗看起来呢 很明显 这不是什么杀人放火的刑事案件 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事件 即使使用上了庭义 最终的结果呢 那还是很难定夺的 没有一个人能够拿出直接的证案 来证明到底是谁的过错 而在朝廷几大派系的争夺中呢 与洪丸案有关的几个人 那也只是遭到了贬值和流放而已 很多年后 宦官当权竟然呢 还提拔了洪丸案中的人 而对于郑皇贵妃 并没有任何的处理判决 他以为侥幸逃过的这一劫 却没想到 竟是自己一生的晚景 整个洪丸案的故事呢 说到这儿 那就说完了 朱长洛这个短命的皇帝呢 一个月呢 就跟皇位呢 说拜拜了 他的死 到底是先担洪丸所致 还是因为自己纵欲偷欢 咎由自取 谁也说不清楚 而随着实践的推移 洪丸案似乎呢 也已经尘封于紫禁城内 成为明朝的一大一案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儿 下期再见